610磅 最大拖车重量为2000磅 在内饰方面 2023年款福特Trent Connect提供了不同的座椅配置 包括两排座椅和三排座椅 根据不同的座椅配置 该车可以容纳最多7名乘客 在安全性能方面 该车配备了一系列标准和可选的安全功能 包括盲点信息系统 后方交通警示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等等 总的来说 2023年款福特Trent Connect是一款功能齐全 可靠的商用车辆 适用于需要高负载能力和灵活性的商业应用 Powered Transit Connect优缺点 福特Trent Connect是一款商用车辆 具有以下优缺点 优点 大载货能力 福特Trent Connect有足够的载货能力 最大承载能力1610磅 最大拖车重量为2000磅 燃油经济性 由于配备了2.0升4缸发动机和8速自动变速器 福特Trent Connect在燃油经济性方面表现良好 灵活性 福特Trent Connect提供了不同的座椅配置 包括两排座椅和三排座椅 适合不同的商业应用 安全性能 该车配备了一系列标准和可选的安全功能 包括盲点信息系统 后方交通警示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等等 购买和维护成本较低 相对于其他商用车型 福特Trent Connect购买和维护成本较低 缺点 外观较为普通 与其他商用车型相比 福特Trent Connect的外观较为普通 可能不太吸引人 不适合高速行驶 由于车身较高 福特Trent Connect不适合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舒适性较差 福特Trent Connect主要是为商业应用而设计的 因此舒适性方面的表现可能较差 适用范围有限 由于福特Trent Connect是一款商用车型 它的适用范围主要限于商业应用 而不是个人家庭使用 Port Transit Connect同款 福特Trent Connect是一款商用车辆 竞争对手包括以下同款车型 雪佛兰城市表达Chevrolet City Express 雪佛兰城市表达 是一款基于Nissan NV200平台的商用车辆 它具有类似的载货能力和燃油经济性 道奇RAM ProMaster城市 DodgeRAM ProMaster City 道奇RAM ProMaster城市 是一款基于贝亚特Double平台的商用车辆 它也具有类似的载货能力和燃油经济性 Nissan NV200 Nissan NV200 Nissan NV200是一款类似于城市表达的商用车辆 它也基于NV200平台 具有较高的燃油经济性和载货能力 福特转型Connect Ford Transit Connect 福特转型Connect是福特Transit Connect的欧洲版 它具有类似的功能和性能 这些同款车型与福特Transit Connect在功能和性能方面有些许不同 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偏好选择合适的车型 福特Transit Connect在多伦多的保险以及维护 福特Transit Connect在多伦多的保险费用和维护成本取决于多种因素 包括以下几点 车辆型号和配置 不同的车型和配置会影响保险费用和维护成本 一般来说 高端车型和配置更昂贵 相应的保险费用和维护成本也更高 驾驶员驾驶记录 驾驶员的驾驶记录会影响保险费用 如果驾驶员有不良驾驶记录 那么保险费用会更高 保险公司 不同的保险公司有不同的保险费用 建议消费者比较不同保险公司的报价 选择最优惠的保险计划 维修和保养 福特Transit Connect的维修和保养成本取决于维修店和零件供应商的选择 消费者可以选择官方授权的维修店或者第三方维修店进行维修和保养 价格和质量也会有所不同 总的来说 福特Transit Connect的保险费用和维护成本与其他商用车辆相比较为合理 消费者可以通过比较不同保险公司和维修店的价格来降低保险和维护成本 福特Transit Connect的装货能力 福特Transit Connect是一款商用车辆 其装货能力取决于车辆的型号和配置 以下是不同型号和配置的福特Transit Connect的装货能力 载货容机 福特Transit Connect的货相容机因型号和配置而异 其标准货相容机为3.7立方米 130.7立方英尺 而长轴巨板 6个货相容机可达4.8立方米 169.9立方英尺 载重能力 福特Transit Connect的最大载重能力因型号和配置而异 其标准版的最大载重能力为590公斤 1300磅 而长轴巨板 Loop的最大载重能力可达620公斤 1367磅 载货尺寸 福特Transit Connect的货相尺寸因型号和配置而异 标准版货相尺寸为1.2米4英尺高 1.5米5英尺宽和1.4米4.6英尺长 长轴巨板 Loop的货相尺寸为1.2米4英尺高 1.5米5英尺宽 和1.8米6英尺长 总的来说 福特Transit Connect具有较大的装货能力 适合用于小型货物的运输和配送 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预算 选择合适的型号和配置 Port Transit Connect是否有被召回的风险 车辆召回是一种制造商主动召回车辆 以修复或更换可能存在缺陷或安全问题的行为 在过去的几年中 福特Transit Connect确实存在过被召回的情况 以下是一些福特Transit Connect的召回情况 2014-2016年款Transit Connect某些车型 由于汽车底盘上的零件可能受到路面冲击的影响 而存在失效的风险 福特于2016年12月宣布召回这些车辆 共计约19000辆 2019年款Transit Connect某些车型 由于后门锁扣可能存在缺陷 可能会导致后门无法锁定 福特于2019年10月宣布召回这些车辆 共计约12000辆 2020年款Transit Connect某些车型 由于可能存在制动器组件缺陷 可能导致制动失灵 福特于2020年7月宣布召回这些车辆 共计约2500辆